5月2日 奥运生活在香港传递 刘德华担任第四棒的火炬手从舒适巴厘道跑到米顿道 今天天空不做美一直下着大雨 但是当华仔正式跑的时候雨过天晴 事后华仔接受媒体访问时 由于游客及自由行动多现场一度混乱 在这一辈子不知道有没有下一次 所以这一次要很小心 而且要留下一个自己最漂亮的笑容 现在接着火炬人是古竹鸡 他是流行曲歌手演员节目主持人 古竹鸡第一次担任火炬手除了兴奋剩下的就是紧张了 但是当他真正拿着火炬手 跑起来的时候整个人只有高度的兴奋 虽然只有短短一分钟时间 但却足以令记载终身难忘 脑袋里面都没有空去想什么紧张不紧张 那种兴奋 还有那种光荣感 那种神圣 那都充满在我胸口 然后就接那个火 接了圣火 然后就开始我跑的路 我都没有停过的笑子 然后感觉是 感觉是这大概一分半钟的时间 是我人生里面的最难忘 最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分三十秒 二月份才跑完马拉松的小芳在传递生活的过程中竟然有些喘气 原因不是出自身体方面 而是小芳太兴奋了 我的朋友呢 就是发觉我在那个跑的过程啊 看见我有那个喘气 他们为我为什么 我是不是装出来的 我说不是 我真的喘气 原因呢 就是我太过那个兴奋了 我不停的在叫 在呜呜呜呜呜在叫 然后呢 就可能叫的太多了 就 就跑一百多米了 就有点好像 呃 一点点累 但是原因就是因为太兴奋了 谢谢大家 还能看见 我太过来了 还能看见